嗨 这里是CC 我来录一个日常饮食的视频 我已经一日两餐很长时间了 而且目前50%到70%的时间都吃素 觉得健康而且容易保持身材 拆了一大栋快递来看看我买了什么 这个是椰奶 然后一罐椰油 然后这个是种芽菜的盒子 打算开始种菜 自给自足 然后这个是一个无土栽培的设备 打算放在阳台上 我从来没种过任何东西 这个高科技的种植 打算做一个高科技的农民 还有每月一个的护肤礼盒到了 谢谢Skinstar 哇 这个包装又上档次了 对了 这里的这个气垫和BB霜 我可能不用 因为它是适合白皮肤的 然后关注我微博 我就在微博送出去 拆完快递现在是晚上 决定做鹰嘴豆泥 相当于mule prep 能吃好几天 鹰嘴豆泥算是素食里一种很美味的蛋白质食物 熟的鹰嘴豆加水先搅拌一下 加蒜 芝麻酱 柠檬汁 盐 以及橄榄油 打成泥即可 很简单 尝一尝味道正好 冰箱里能存放五天 现在是第二天中午 我一直空腹到现在 准备吃午餐 煮一下三色藜麦 同时把配菜切好 发现家里没有香菜了 就撕了几片芹菜叶子作为Fresh Herb 扫在最上面 藜麦煮好后就把配菜放进去 加橄榄油 盐 黑胡椒 挤半个柠檬 用手挤呢 下边的手就接住柠檬种子 然后拌一下 其实藜麦放凉一些比较好 但是我饿了 所以就这么热气腾腾的拌了 然后盛出午餐的量 放昨晚弄的硬嘴豆泥 加半个牛油果 哇啦 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餐 其实我把另半个牛油果也吃了 因为who doesn't love avocados 填饱肚子后我来做个sour kraut 就是德国泡菜 类似中国的酸菜或韩国的辣白菜 但是用绿色或紫色的卷心菜做的 搭配肉类或者炖菜 佐餐都很好吃 我用紫色的因为好看 而且紫色的食物花青素含量高 切丝放入一个大的容器 需要食物称精准的量一下盐的用量 盐要放卷心菜重量的2% 才能使泡菜发酵的恰到好处 这是减去容器的重量 算出来需要放18克的盐 食物称叫0 撒18克盐 然后就这样用手用力搅拌揉搓 把菜里的水分弄出来 需要个十来分钟 直到菜变软了像酸菜的质地 然后装瓶 装的紧实点没想到一瓶就能装下 我还准备了两个瓶子 别忘了把汤汁倒进去 然后找一个重量 我就是用装水的小罐子 把菜压到汤里 因为发酵是在无氧情况下完成 菜接触到空气 接触到氧气就馊了 所以要保证菜是浸在汤里的 这样放在阴凉的地方两周就可以吃 每次吃完放冰箱能保存一个月 你学会了吗 下午呢我突发灵感想做个水果茶 家里有葡萄就做个葡萄茶吧 泡上红茶放凉 放冰箱里冰一会儿 剥葡萄去种子 撕成两三半这样口感好一些 葡萄皮不要扔 加些水打成紫色的汁 过滤一下备用 倒入凉凉的茶 我就不加冰了 倒入葡萄汁 加些糖或者蜂蜜 其实应该倒茶之前加糖的 刚刚一击都忘了 最后放也一样 我跟你说特别好喝 没有香精没有那种透明的果胶粒 虽然家里没有粗吸管需要用勺子 但是滋汁的就是好喝 然后又吃了个柿子 柿子放软了这样很容易把根部去掉 就用勺子挖着吃就好了 超级甜 吃水果吃多了根本不想吃别的甜食 晚餐时间到我要做个泰国绿咖喱 泡的那个是黑豆豆皮 所以发黑 椰奶必不可少 然后蔬菜放自己喜欢的就行 我很喜欢吃莲藕就放一些 锅里放椰子油 把绿咖喱酱炒香 我用的是陶瓷锅 做带汤汁的菜或炖品最合适 加入250毫升椰奶 然后放豆皮 这个步骤你也可以放肉类 一般是鸡肉 开锅了之后 加一些水和剩下的椰奶 放入蔬菜 加盐盖上盖子 等再次开锅了 再放红辣椒丝 米饭也好了 装盘 绿咖喱的辣味比较独特 我很喜欢 而且做法很容易 建议你也试试 我要开吃了 这就是我朴实乌华 但美味的一天饮食 好我们下次见 bye